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生煎包 生煎包也叫生煎馒头 上海人包子一类叫馒头的 numudu,temudu,dimudu,sholomudu 正爱八经的馒头呢 前面就一定要加个字 蛋馒头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工做生煎馒头 我们还是用两杯面粉来发面 一杯面粉是142克 字典上说的 但是不用称的话 只能是一个大约 就这样掌握在150克上下 不用那么精准的 一个teaspoon的糖 一个teaspoon的酵母粉 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 你可以稍微多一点 先给它捞一下 两杯面粉一杯清水 那如果是冬天的话 那个水你可以给它温一下 然后再用手给它揉光滑 那通常呢 我会分两次揉 先揉个七七八八 然后给它醒个十几分钟 再揉就不那么累了 揉个五六分钟这样 这团面团就应该光滑了 那我们就给它醒着 那今天我们用了两杯面粉 相应的我们就用300克的肉米 那可以多到330克 350克都没有问题 做12个234个这样子 那如果你觉得多 可以减拌 或者做好就冻起来 满满的半个teaspoon的盐 那一般好 我们用半磅的肉米 就放半个teaspoon 那我们现在是300克嘛 所以要满一点 满满的半个teaspoon的糖 10克左右的姜末 少许料酒 少许料酒 满几点老抽 葱花 最后下满满一杯的肉皮汁 大约在300cc这样 那一杯液体下去 是淡的 我们要再给它加点盐 冲一杯盐开水的量 平平的四分之一teaspoon这样 再来一点白胡椒 去去腥 像做肉丸子那样 打到肉起浆 打打听听听听打打 打个十分钟也不嫌多 然后就可以放冰箱冷藏 一个小时以后 它就会冻起来了 放隔夜 放一天两天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火 你可以提前分开做 这样你就不会感到累了 那面发到这样就好了 轻轻的一按 它就是一个洞 那夏天和冬天 它发的时间都不一样 再有你酵母粉放多一点 它也会起得快一点 包前现在煎过 你直接下些油 因为生煎包 不需要爱吃发酵 包好就可以马上煎了 肉馅冰箱里拿出来 先给它和一下 你看多凝固了 特别好上手 给它和开 等一会好动作 让我们一半开始工作 把它切成10个或者12个都可以 先揉圆 按成小扁球 那一个个按的时候 如果有气泡的话 也就按掉了 再用擀面杖擀 尽量擀到中间厚一点 边上薄一点 皮放手心上 手窝空心一点 这样可以多放一点线 这个线你可以多放一些 它现在像固体一样 你这样按 随意使唤 打折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第一折 一定要从边上 拉到中间来 那之前做牛肉包子的时候 有说过 折的中心胆在中间 如果你不拉过来 这样的话 包不好 也包不好看 中间一定要捏老 因为里面很多汤汁 不捏老 它会露出来 生煎包的折 可以打大一点 少一点 因为它是发面 折太多 成品后 你反而看不出了 现在 也看到很多店家 把它倒过来煎 也就是这样 包好以后呢 它把这个折 放在底下 第一呢 包不好看的 这样可以遮丑 再来呢 这个打折厚厚的地方 可以煎脆一点 很香 最后仔细看好了 左手 抵住这里 右手 把这个踢出来 这个位置 狮子往前走 一捏 再一捏 再一捏 右手 拇指 不要移位 中间给它捏紧 那不管 这个则是朝上 还是朝下 一定要给它 包紧 包密封了 否则 这个汤水 都会露出来 那你现在 没上锅之前 还可以检查检查 火先开大 等锅热了 油热了 滋滋滋滋滋滋滋了 我们就下半碗水 差不多五六分钟这样 水干了 没有听到滋滋滋的油声了 你就要把火转小 转成小火 那你不要开锅干 但是你可以移动一动锅子 让它受热均匀 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开锅盖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撒一点芝麻 或者青葱都可以 看到没有 皮薄的不能再薄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底 哇 金金黄 那我们剪一个看一看 哦 好多汁 那看到这里 大家一定知道了 这么多的汤汁是从哪里来的 肉皮冻不仅带来了许多的汤汁 而且它还起到了凝固的作用 让你非常好上手 今天我用了50克的肉皮 熬成了300cc左右的汤汁 然后打碎它 那汤多汤少 就在于你肉皮冻放多少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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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